大家好!我們是背包豬和小白,歡迎回來花小錢去旅行頻道! 背包豬和小白的分享都是自費體驗,無參與商業合作。 背包豬長輩在近期中電電費當中,收到了一份付上中電,消費券的信件。 這封信附上了兩張50元棉牙的中電研金券,總數是100元。 於是背包豬長輩向背包豬聞過究竟。 背包豬和小白在網上查了官網資料,頂利中電消費券的領取資格,利用方法和常見的商鋪食事名單。 中電消費券使用方法和領取資格,中電消費券時兩張棉牙50元現金券,共100元。 有後日期是2021年6月30日,使用日期是2021年1月1日至6月30日,在指定商戶使用。 使用日期時星期一,日包括公眾假期,並可與其他優惠一同使用。 除非店舖名單另有著名,否則此消費券只適用於支付堂食餐飲費用,或換取同等價值物品或服務。 部分指定參與食事,也來接受消費券支付外賣自取餐飲費用。 中電消費券下的常見食事和店舖名單。 根據中電消費券計劃資料,參與此計劃的商店類型包括食事、餅店、雜貨店、電器店、藥房、洗衣店、理髮店或社企零售商店等等。 中電消費券計劃商店、覆蓋範圍包括九龍、新界及離島區。 常用食事和店舖清單簡易版請留意畫面,連結和說明欄連結。 食事和商店名單,可能隨時增減改動。 背包豬和小白提提大家。 使用前記得先查閱中電官網最新資訊和完整名單。 收看背包豬和小白更多分享! 記得訂閱按鐘仔選全部! 讚好及分享連結。 中電50元現金券領取資格條件包括低容電量住宅客戶,享有獎者電費優惠的客戶和劏房客戶,總數獲80萬戶。 低容電量住宅客戶時指2019年全年會將電費賬單的容電量,平均不多於500左右。 劏房住戶鬆經由,參與計劃宗的中電。 社區伙伴提名,中電消費勸除2021年首將電費單付上。 想知道更多分享,记得订阅,按钟仔,选全部,赞好及分享连结给朋友。感谢收看,下次见。